有一整只的蝦耶 今天要來開箱夜媽食堂的手工高麗菜捲 來做大醬湯搭配干貝手工高麗菜捲 先用香油把辣椒炒一炒 蒜頭搭下去炒 然後來大醬加進去炒 就可以加水了 泥泥水 接下來我要來吃大醬湯裡面的干貝高麗菜捲 有沒有看到中間有一顆干貝 海味很濃耶 我喜歡 干貝高麗菜捲跟韓式大醬湯一起煮很好吃耶 就有一點辣味噌湯那種感覺 因為韓式大醬是可以先炒過的 所以我後來又有再加蒜料 好香好好吃喔 嗯 冬天來一碗真的是太溫暖了 看 一整顆的干貝 裡面有一整顆的干貝 不錯喔 又要吃 燕嗎 手工高麗菜捲 欸好吃耶 好脆喔 那高麗菜好脆好甜喔 嗯 那一餡好好吃耶 看得到嗎 欸太大捲了 夾起來 來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整隻的蝦喔 給大家看一下 欸我剛剛咬一半 被我咬得很醜 欸我剛剛咬一半 前面有一隻蝦 後面還有一隻蝦耶 哇用量好好喔 難怪這麼甜 看有多大捲 超讚的 真的用量很不錯耶 真的用量很不錯耶 竟然有兩隻蝦好棒喔 難怪這麼鮮甜 高培跟日氣炸超好吃的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不用起油鍋煎的半死 只要可以吃一炸鍋就好了耶 又方便又好吃 咬不對 太大捲了有夠難咬